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谁派你们来的? 想死之人,何许知道那么多? 令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姐 表姐 表姐 你怎么了 表姐 阿文 去找大夫 好 阿雪 去南岸盒 是 姐夫 表姐她到底怎么回事啊 她去军营的路上御刺了 往日去军营都好好的 今天怎么会遇见刺客 夫君 快跑 老子 你一定要醒过来 别丢下我一个人 她竟然真的会无关 主上 接下来该怎么办 盯紧她 还有她身边的人 有任何移动 第一时间跟我汇报 是 主上 阿雪都有人喜欢了 我却还爱而不得 不行 我得更加努力 只要功夫深 铁棒磨成针 无论李萧哥哥拒绝我多少次 我都要坚持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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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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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 大蚊子 亦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朵朵 这些都是送我的 对啊 你看这个 这个是你一岁的时候可以用的波浪鼓 这个呢 是你长大之后可以用的梳子 折扇 还有这个 这个是你调皮的时候可以用的弹钩 还有这些 这些我都觉得特别适合你 李宵哥哥 之前我错过了你所有的生辰 这次我把礼物都补给你 可今日也不是我的生辰 你为什么送我礼物啊 哦 因为 因为我知道 最近南方水患的事情 你一定很头疼的 所以我就在想 如果我做的事情 能让你开心一点的话 我就很心满意足了 李宵哥哥 我 我真的很喜欢你 对方已经行动了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遇到危险先手 保护好自己 谢过公子 小的一定帮你搜集到他所有的罪终 哦 对了 你再帮我办一件事 查清他们的藏匿之处 是 小的这就去办 既然露出了狐狸尾巴 就别怪我无情 敢伤害我娘子 要你们好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疼 不仅仅 还很喝 你等会儿 我去给你拿吃的 夫君 我想你喂我 好 都依你 我先去拿吃的 好 这里 你 你 明镇 你 ifa 空 inking 没事吧 来 烫出来 烫 那就等等再喝 我记得 我晕倒前有刺客 怎么会在家呢 我回来就听阿雪说 你去军营了 我想着给你送点吃的 再半道就看到你晕倒了 那些刺客呢 我没见到什么刺客 我只看见了你 好了 别想这些了 可是 为什么有人半路截杀我呢 或许是敌国奸细 这几天你就好好在家休养 军营的事 爷爷已经处理妥当了 放心吧 嗯 逝 然后 我 是 你们 我 你们 走 父亲 你闻 没味儿啊 不 这是自由的味道 说得像你不自由一样 生病这几天连门都不能出 当然不自由 你还每天给我做那么多好吃的 我都胖了 那也没见你少吃一口 再说了 胖点也好 这样 宁王他们三个就不会跟我抢你了 小姐 小姐 太子来了 太子怎么会来 那我去看看 去吧 阿雪 走 公子 出事了 掌柜的遇害了 凶手的手法 小姐 太子来了 太子怎么会来 那我去看看 去吧 阿雪 走 嗯 公子 出事了 掌柜的遇害了 凶手的手法 和杀死无垠的如出一辙 说不定是同一个人或是同一个组织做的 他的家人安顿好了吗 安顿好了 我派人将他们安全护送到了北边 此刻应该已经离京了 看来他已经盯上我们了 先是娘子 又是掌柜的 下一个不知道又会是谁 公子 咱们真的不告诉将军吗 他还没在明面上动手 不能贸然告诉将军 先静观其变 看他还能做什么要盒子 对了 证据找到了吗 没有 都没找到 我再去看看 是 公子 不在抽屉里 也没有暗歌 他会把东西放哪儿呢 至少 有些碑 导物 中 有此什么 都没有 有 原来和他合谋的人 竟是南国国主 殿下 太子殿下再其位不谋其政 您不能再放任朝政不管了 小姐 你回来了 你看 这些都是姑爷给你准备的新衣服 我又不是没衣服穿 瞎花钱 可是 姑爷也是为你好 你怎么能埋怨他呀 这不是埋怨 这是 甜蜜的吐槽 你也不懂 姑爷人呢 怎么不自己送过来 姑爷去前院了 说去新得了两堂好酒 给老将军送去了 他怎么还给老头送酒呢 老头现在不能喝酒 现在就去 甜蜜的 你是说有人暗中派人谋杀喜儿 不错 我观察过那些刺客的衣装 若是寻常刺客 怎么会穿着军营才会发配的军衔 清末 你要答应我 一定要保护好汐儿 现在朝堂局势不定 一众势力盯着穆家 盯着汐儿 我让你们两个提前完婚 也是怕有人利用汐儿 爷爷放心 我一定会席而周全 老头 你竟敢喝酒 你出来的时候 怎么跟她说的 送酒 不喝了不喝了 必须喝掉 爷爷 我不能喝了 我要是让灵溪知道 我带你喝酒 灵溪一定会把我给打 孙女婿啊 你听我说啊 她要是再打你的话 你就脑袋绞心 她就不敢打了 脑袋绞心 道酒 道酒 真是老不正经 道酒 瞎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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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着 听话 这么能呢 娘 娘子 我一定会护你周全的 就你这样还护我 我护你还差不多 我好渴 我要喝水 水 好 好 好 我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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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来了 水来了 好 来 热的 我冰水 冰水 那冰水 好好好 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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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梨 吃梨 我吃梨 吃梨 吃梨 去哪儿给你找梨啊 吃梨 来来来 可算给你找了三个梨 梅小瓶 梅小瓶不吃 小瓶得 还得小瓶 不是 小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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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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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削好了 抓嘴巴 咬不动 你得切片 切片 切片 快吃 我把你切片信不信 快吃片去 快吃 快吃 你要的切片 我倒数三个数 三 二 快吃 快吃 小瓶 你 我 你 快吃 你 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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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星木 你裝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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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握 你抓到了 你抓到了 来 找到了 找到了 可爱 来 来 来 你抓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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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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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自壮 我已成婚 公子误会了 我只是想问公子家住何处 我好登门拜谢 不必了 小姐 刚刚吓死我了 小姐 您看什么呢 茗玉 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灵溪 昨日来看你见你伤势严重 可是我一直忙于震悟 没时间来给你送补品 今日一得空 我便赶过来了 这个是我从皇宫 给你带的灵溪 你补补身子 不劳太子费心 秦莫给我做的吃的 已经很补了 那不一样 这可是我对你的心意 灵溪这么贵重 我怎么好意思收下呢 我打听了 你是去军营的路上受得伤 我身为太子 理应前来慰问 难道 你是嫌这灵芝不够分量 不敢 太子误会了 既然太子殿下抬爱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对了 我还有一事 太子请讲 萧帝这几日 对你们多有打扰 希望你们不要介意 他只是太喜欢你了 一时间放不下 既然如此 就劳烦太子帮我转告 我们夫妻二人感情很好 请凝王殿下 不要再来打扰 你放心 我一定替你带到 王殿下 可让你带到 乘太子 是我們自己的樣子 這個女人能和她聯手 一定不簡單 不得不防 諸位 請 沒想到啊 這南國國主 竟是位年輕的姑娘 國主能把南國治理得這麼好 真是年輕有為啊 多謝皇帝陛下誇獎 南國是邊外小國 人口少 自然好管理 國主過千了 國主此次到訪 是不是因為 兩國邊境商戶的問題 的確 希望皇帝陛下 能答應我一個請求 一切事情就好辦了 國主請教 這就要問問蘇大人了 蘇大人 您還記得我嗎 國主 我夫君都不曾見過國主 何來記得一說 那天我差點被撞 是蘇大人救了我 國主此番來法 是商談兩國貿易 是如何盯上蘇大人的 我可以割讓邊境最繁華的城市給你們 但是 我有一個條件 國主請教 我要他跟我回南國做我的夫君 我 不可能 不可能 我已經懷孕了 你們不可能看著我的孩子 還沒有出生 就沒了爹吧 這麼快 娘子 咱們不是說好了 胎不穩先不說嗎 來來 快坐下快坐下 穆將軍懷孕是大事 來人 宣太醫 來給穆將軍把脈 再開些安胎之藥 微臣謝過太子殿下 娘子一直由同一位大夫照看著 卻不必驚動太醫了 至於國主的心意 我也只能辜負了 這杯茶 就當作微臣以茶代酒 向您謝罪 我就不信 做我南國國主的夫君 還能不比你在這裡快活 蘇大人 你好好考慮一下 蘇大人 考慮考慮啊 考慮一下 我不考慮 不考慮不考慮 慢點慢點 慢點 慢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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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嗎你 不就懷個孕嗎 搞得跟我腿瘸了一樣 娘子 你現在金貴得好 來 報索 你倆在這兒看什麼熱鬧的 阿文 去給將軍買點補品 哦 是 是 阿玄 你去煎點安胎藥 是 都怪你 唯武霸氣的形象全沒了 娘子 你這何止是唯武霸氣 你這一圈簡直是驚天動地 別貧了 過來 起轎 得嘞 哎呀 好 娘子 这个是无花果汤 这是翡翠白玉虾 还有酥米粥 我给你做的安胎膳食 可是 只要这么吃 我得胖了多少斤啊 说什么呢 我家娘子天生丽质 多胖都好看 男人的嘴 骗人的腹 我才不信 那个南国国主 对你虎视眈眈的 你如果伺候得不好 我就把你发配到南国去 吓死了 你又想跟我走 没毛 心儿 我的心儿 我有重孙子了 爷爷 我不是在做梦吧 老头 你这消息挺灵通啊 那是 秦莫呀 你这是什么情况啊 我这是为了体验一下灵溪怀孕的艰辛 我挂着她一上午 差点没把我累死 娘子 以后想吃什么喝什么尽管说 为父给你做 嗯 好样的 我的眼光没错吧 嗯 还行吧 行了 秦莫 不要为难自己了 啊 快解下来 哎 哎 你们都打开 打开箱子 哎 这是爷爷的一点心意 我也不知道你肚子里坏的是男娃还是女娃 所以我都准备了 而且是从孩子出生到成人 所有的衣物都准备了 谢谢爷爷 谢谢老头 嗯 公子 公子 您上次从驿站回来以后 我便派人暗中紧盯驿驿站 今日有了消息 南国国主悄悄传了一支精兵 已经打扮成普通百姓进了城 又是精兵 难不成国主真的和他在密谋什么 公子 不得不放 您上次从驿站回来以后 我便派人暗中紧盯驿驿站 今日有了消息 南国国主悄悄传了一支精兵 已经打扮成普通百姓进了城 又是精兵 难不成国主真的和他在密谋什么 公子 不得不放 公子 我去找爷爷商量一下 是 公子 你是说 南国国主与他人谋合 想要离间你和灵溪 夺取兵权 没错 他们真的要这么做的话 一定会想尽办法 会达到目的 拖得出窝来 你打算怎么办 我决定 先下手 不给他们出手的机会 你先不要出面 这件事情我来处理 爷爷 此事不能答应 还是我来吧 灵溪刚有深渊 最需要你的陪伴 你要好好照顾灵溪 至于其他的事情 有爷爷在 不用怕 好吧爷爷 那我先去稳住灵溪 尽量不让他发觉自身 嗯 为人夫 当守得 妻不悦 夫之过 举步终 非所疑 停停停 你这是什么抬教啊 难得守则呀 我从小就被这个 被不会我爹还揍我 原来公爹就是这样教育你的 怪不得你 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 打得过流氓 斗得过小三 娘子 你最近夸我的次数 越来越频繁了 我这就去再包一锅养台汤 回来回来 都是快当爹的人了 还没个正型 小姐 姑爷 太子殿下来了 肯定又是南国国主的事 走吧 让我们去看看 这位太子殿下 如何巧舌如黄 走 走 太子殿下有何急事啊 要深夜到访 之前听说 穆将军一直想和苏大人和离 如今时机正好 怎么 又不愿意了 当时彼此不了解 一时兴起而已 现在我知道清末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感情很好 自然不会和离 沐将军确定 自己现在就很了解苏大人吗 太子殿下 不必再说 我知道您就是想让我和国主走 您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抛弃我的妻子和孩子 我能理解你们的处境 只是 南国的势力不容小觑 该说的我都说了 苏大人 沐将军 我们也很为难 希望你们两个能再想一想 不用想 我不会把清末交出去的 他们是要逼我吗 我 娘子 你可千万不能怂 咱们夫妻同心 一定不能答应她 你是我的人 其他女人想碰你 要问问我的剑答不答应 小姐 南国国主送来了一封信 是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我都怀孕了 还想折腾 是 小姐 信上写了什么 她问我 平时都在哪里做美容 美容 美容 小姐 她一定是想采取迂回战术 您可不能信啊 不管她想用什么招 我都不会让出我的夫君 京城可是我的主场 既然她想玩 我就奉陪到底 好 明日送去驿站 小姐 您是要主动约站吗 没错 我慕灵溪可不是坐以待毙的人 那我现在就去把菜市口那片厂子包了 等等 你包厂子干嘛 要是你们打起来了 咱们气势可不能输啊 包个厂子也能镇着她几番 小雪 明日你别忘了送信 就算你有智慧了 快去吧 快去吧 親孕 快去吧 知道了 不行 小姐 来 你给她帮她 实话我不想对付苏清末了 他们感情很好 连孩子都有了 再闹下去 太不识人了吧 李萧 你什么意思 当初是你说国主来了 就是我们的机会 现在你倒要临阵脱逃 你还算不算男人 我说宋帮主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想着离间 灵溪和苏清末啊 还有 你干吗把小皇爷啊 我那是为了国家 南国国主愿意 做承来怀苏清末 我要是皇子 我一定竭技全力促成此事 李萧 你身为王爷 却不愿意壮大国家 在我看来 你根本就不如太子殿下 你 对 你说对了 是我不配 道不同不相为谋 小王爷 小王爷 王爷 妇人之人 懦夫 小王爷 小王爷 你可千万别冲动啊 在我心里 你已经很优秀了 別聽他瞎說 謝謝 楊瀟 國主 您看什麼呢 茗玉 你相信一見鍾情嗎 國主 您又來了 你就是清禾幫幫主 宋經賀 正是在下 我聽說過你 你找我有什麼事 我可以幫你得到蘇清末 但 我也有我的條件 國主 進 國主 他答應了 穆將軍 你今天約我來就是為了點我的死穴嗎 你也不賴嘛 選的地方正好限制我發揮 多說無意 看見 你竟然會送金賀的絕招 果然是我小瞧了你女人 拿命來 什麼事 我可以說 我看你 我看你 我可以說 我可以說 你會嗎 你會這樣說 你會不會 我會不會 你會不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